大家好 歡迎收看JC最新的Season 6 Oh God!Season 4的第6集 第6集 我看完的留言 其實很搞笑 尤其是那個三上有雅 什麼時候合作出片 今天要說什麼呢? 今天要說這個deadline deadline 神魔那個今天穿 不過你也太遲了 現在都晚了 許神魔那個一抽入魂 是沒有人排隊的 快點去抽 我抽到人面怪料 還有這個 那隻我怎麼讀 我讀現在今時急 中文高手 不告訴你 那隻之前出的 有一陣子出妖精系列 暗那隻究竟怎麼讀 我知道它是玫瑰的意思 但其實它怎麼讀 我不想獻醜 你告訴我怎麼讀 如果你知道我說什麼 今天要說什麼呢? 今天要說deadline 這個死線 或者這個死的日期 那個是Due Date 其實沒所謂 不論你是人生哪個階段 無論你是BB 你是BB 你是小學生 中學生 其實你知道嗎? BB是不夠意識的 就是BB的話 你應該不會受到 deadline壓力 所以不要這麼BB 由你開始 第一下 開始 又負責任這一刻 當你知道 整個世界 怎麼問了 小學生 幼稚園 開始 你就已經會受到 deadline的捆綁了 直到死腳 deadline也會前進來 是不是很完 我自己也不知道 不知道在說什麼 我在說什麼 好了 其實我想說什麼 其實想問一下 大家究竟如何應付 這個 其實很有趣 是整盤藝術 和一盤惡問 究竟如何應付 其實有很多種方法 最後只要做到那件事 先不要貴Quality 不要算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和質素有多高 但是想說一下 其實應付deadline 有很多很多種方法 就是最重要 有些人 有採取不同的態度 有些人說 做到就可以了 你管我的 成功不像的 對不對? 就算過了deadline 做到沒事就可以 蛤?蛤? 有很多人都是這樣 你不要以為很差 做到就可以 其實我覺得做到就可以 做到就可以 做到就可以 不會影響到其他人 其實就OK 但是 通常我是什麼人呢? 我人生階段 分很多個階段 就是怎樣呢? 就是一開始小學生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個超不負責 完全不理工科 不理學業的人 那時候呢 我做過最差 之前說過的 說多一次 就是做過最差的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就是呢 交功課 就是有一次 我真的連續 完全不交 很多個月都不交 就是notoriously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不交功課 然後呢 我就會做什麼呢? 我做了什麼呢? 我就是呢 有一次老師罵我幾次 然後我就小學 然後我就真的受不了 然後我真的受不了 不如再罵他 他就拿一把槍出來 開Mccree High Loan 所以我就做什麼呢? 我就是交功課之前 因為呢 他是採取一個 honest system 這個system 是非常honest 怎樣呢? 就是呢 總之呢 你做完工課之後 就放在老師的桌面 一打 他就來收 那我做了什麼呢? 我就 偷偷地拿自己的那張 我是不見了 接著 接著呢 我是 偷偷在中間 抽了別人的那份 接著呢 拆了你的名字 寫自己的名字上去 接著那個人呢 是喊了 strait he cried 女仔 sorry 男仔 男仔 he cried strait 整天 哭到 方學 但是呢 老師又不知道為什麼 我很幸運他沒有 逐份 檢查 這些職責是怎樣 因為他沒有理由 懷疑其他人 所以 真的很對不起 這位人 但是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厲害 所以 對 這個 我之前說過了 有說一些新的東西 其實大家 不交功課的藉口 有什麼呢? 我真的 有點guilty 真的 我以前的態度是怎樣 就是 就算真的做事 我在大學的時候 一定有很多論文 有一些 偶爾 一個學期 一個學期 可能 起碼都寫四五份 每份都有四千字的論文 必須的 四千字 英文的 那些論文 通常是給一至兩個月時間做的 一至兩個月先講完 然後兩個月後就交了 四千字 有四千字 其實不重要的是多少字 我永遠 無論你給多少字 你給多少時間 我永遠都是迫到最後一個星期才做的 才開始 想想 究竟什麼時候交 最後一個星期才會問人 喂 幾乎教你 好像昨天才給的 最後一個星期 最後才問 最後一個星期 我還是迫到最後兩天才開始 research OK 一定是兩天 不會多過兩天 多過兩天 不是我 這個 總之兩天 頭那天拿來 research 另一個天拿來做 嘩 真的 真是迫到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這樣 英文有個字 叫做procrastination 你們查一下 不說怎麼辦 很長 procrastination 就是不斷推辭的意思 其實你們都是這樣 永遠都是出去一天 而且我聽到很多人 尤其是中學生 他們說 通常會等到最後一天 然後等到最後一天 最後一分鐘就會放棄不做 不過其實 很多人都是deadline fighter 其實是正常 因為 有些人說 拿著 拿著功課慢慢寫 他他條條的 這樣 你這樣 我不明白 我寧願放棄了 那大半個月 不是 其實 那兩個月 只有最後那兩天做 然後放棄了那些時間 用來做打遊戲 更好 何必這麼辛苦 拉長他做人 就要想著這個 topic 但又不是見得高分 最搞笑的 最搞笑的是不高分 然後 其實以前 哇很瘋 中學的時候 還沒認真讀書 沒有完全負責的時候 我簡直是有很多方法 去逃避交功課的 不交功課的責任 你知道不交功課 小學先 小學不交功課 要簽手冊 不知道你們現在還有沒有 簽手冊的時候 例如他打一個交叉 今天欠交功課 然後就要回去給媽媽簽名 對不起 回去給媽媽簽名 然後媽媽簽名 簽完 他沒人知道 那就PK了 所以是不行的 我做什麼事 我簡直是 有很多方法 I was freaking amazing 譬如他簽了手冊 I mean 他老師寫了手冊 然後回去簽 我把手冊丟掉 或者燒了 不是燒 是燒了 那一頁 或者用前後 用陶骨液 我不知為什麼 小學是用陶骨液 老師不會懷疑 於是 skip了 沒事 還有另外一頁 中學的時候 我也是不交功課 我做什麼事 你都可以跟上學 但是一定要很早計劃 我們一早已經看透了 即是你們現在 你現在應該也有 有那些e-student e-system 即是上網 那些家長會拿著APP 或者上網可以看到 你學生的成績 那些progress 最重要是 在記錄的時候 寫你 有電話和email 你一定要拿出密碼去 你拿出密碼 然後 盡量不要跟媽媽說 你有這個APP 不要讓她知道 通告全部無簽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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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ystem的密碼 自己 接著電話 寫你哥哥 你姐姐 或者寫自己的電話 接著他有什麼事打你 你不聽 接著說 我媽媽游了浮 他很久沒有幾個威風 其實威風了不做功 可以去過多久 大家可以留言 有些簡直 有些學霸屈機 其實有很多方法 有些學霸 他用整個中學的時候 他用整個中學的時候 這支數學做來做去 一定是跟回那本書 那本書來做 他用整個暑假做好功課 然後到時候 老師收功課的時候 馬上換一份 除了你要哪份 我給你 大家有什麼可以留言 是關於功課 在deadline 我都會看的 還有幾日三上有留言 我今天有些很棒的留言 回覆你 最後一段時間 再見